哇 这波波老板真的跟了呀 这又是一个超过50万美刀的底池 他又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 Mirano一对八 Charles的一对九 一对九有位置优势啊 Charles于是做了三败 而Andy手里呢是一对五 波波老板枪口味 八九方块 这看起来会是一个四人吃了 口袋八的话对上三个人 这牌没道理要走啊 今晚Mirano到现在为止 水上不得有个三四十万啊 之前拿下一个六十万刀的底池 从倒霉的Andy手里 而这手牌呢开门就是一张八 哎呦还是两张方块啊 波波老板中八不说还是一手同花挺牌 翻后波波打的还是很急的 并没有让Charles继续说话 直接是站出来 做了一个三分之二破的下注 波波老板就不担心有K的人会加注吗 而Mirano这边直接起Race 一对九一对五可以走了 我想波波老板啊 可能也会想到这个Race啊 毕竟牌面有张K啊 现在就看波波老板要怎么做了 这手牌如果再往回推的话 感觉推多少要亏多少啊 跟注看转牌肯定是OK的 转牌再打也可以 但是我不觉得波波波会是一个跟注啊 如果跟注的话 应该不会考虑这么久 波波如果想Mirano的这个加注啊 并不是一张K 而是一手类似于什么圈十这样的牌啊 那自己再做加注就毫无疑问啊 肯定是有胜算的 来了 看波波老板这一枪 Mirano要怎么来处理呢 哎呀 Site8肯定是要推的 真要是撞上Site高啊 那只能是认命了 波波三败到了六万啊 毫无疑问 这已经是一个阻止性下注了 并不想让Mirano继续跟下来 而Mirano没做任何的犹豫 就喊出Lowin 完了 波波老板知道自己惹错了人呢 听牌 别开玩笑了 听牌不会这么凶猛 不是吧 波波老板在考虑要跟注吗 这个赔率这么糟糕 这不可能跟啊 需要跟注18万啊 入这个31万的底池啊 但一手铜花听牌啊 最多就只有三成胜算 满打满算8张奥斯啊 这波波老板真的跟了呀 这又是一个超过50万每刀的底池 太疯狂了吧 两次发牌 两次发牌的话 只要能看到一张方块啊 波波老板就能保证不输 可是真的有这么容易吗 好 那么转牌 黑桃5 如果转牌能掉上一张10 对于波波老板的帮助啊 也还是不小的呀 哎呦 方块3啊 波波一看 哎呀 方块赶紧把自己的筹码拿回来 哎呦 心头快了 好 现在感觉舒服多了 第二次发牌 转牌一张 还是一张黑色的牌 合牌 马上能赢的钱会输回去吗 差一点点啊 颜色是对了 花色不对 那么这手牌 最终两人还是握手言和了 这个大底池 并没有落到任何一个人手里 继续来看这手牌 新上桌的Brad这是入池了呀 而这手牌呢 安迪拿到一手K圈 直接是面对Brad 推出了400 呜 这哥们也够疯狂的呀 一手三四方块就揭露印 不过咱话说回来啊 其实三四方块揭露印啊 好歹并没有被压制 对于Brad来讲 这也算是个好消息 三四队上K圈 那么目前安迪领先 三七开的胜算 看看这十七万刀的底池啊 会落到谁的手里 翻牌五九十 给到安迪额外四张 呃不需要了 反正安迪领先 哎呀 转牌一张三 不过好在是一张红袍 安迪还有机会啊 只发一次牌 安迪能返超回来吗 179,000$ 拿牌 盒牌黑的 哎 漂亮 恭喜Brad 一手Bad Beat 应下这个底池 等会 我为什么要站在Brad这边呢 安迪也是中国人呀 好吧 今晚安迪也是有够倒霉啊 一手A铜花啊 都能被发死 来看这一手牌 这是由Straddle在啊 应该是至少两个Straddle 翻前三个平跟入池 紧跟着专位的Brad 这哥们儿感觉一上桌啊 这气势 哇 可这 A3不同色 Race到1万5 哎呦 我觉得哥们儿 你来晚了呀 应该早点来呀 希望下周还能看到你 这个人是真的疯狂啊 而Charles呢 用口袋二跟了下来 Flop竟然有一张二 完了 Brad感觉要被学习了 Flop上Brad打出了1万刀 Charles秒括 转牌 还重要吗 不重要了 实际Brad应该很清楚啊 Charles手里啊 对钩啊 对圈啊 可能行都很高 其他牌型的话 跟住翻前那1万5的加注 确实很难啊 而Brad推出了欧印 又是一个错误的时机 本来还说 今天晚上是三位中国的虚拟货币大佬啊 齐聚一堂啊 万众瞩目 结果没想到 这来了第四个 而这第四位啊 比之前那三个捆在一起啊 都要猛啊 不是说打得好啊 真的就是生猛 波波说 Brad呢 Brad呢 是他们几个人当中啊 最后的希望了 因为今天晚上Charles也好 波波也好 老魏也好 都不同程度的输掉了很多底池啊 本来寄希望于Brad身上 谁知道Brad上来就是这种打法啊 他不是打法啊 他不是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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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就一招啊 咔咔就是推 没别的 二三黑桃 推出 鸭一一很清楚 Brad手里啊 很有可能又是一手什么四五啊 五六这样的牌啊 于是口袋七啊 想都没想就接了下来 哎呦 我的天呢 Brad 这搞虚拟货币的 真的是啊 拿钱都不当钱 好 那么只发一次牌 来看看结果如何 slope上有三 对于Brad是个好消息 转牌 没有任何帮助 三张二 两张三 五张奥斯 合牌 最终一张红桃A 那恭喜牙翼啊 也从Brad手里啊 分上了一杯羹 而Brad呢 再次拿出了十万筹码 哎 我真的觉得 我应该重新给Brad捡一个几锦啊 这哥们打牌真的天马行空 好 那么继续来看这一手牌 Brad拿到圈钩红桃 又是一个5000刀的Race 自从他上桌以后啊 这张牌桌上看牌的成本啊 大大增加了 最终是X4用一手24不同色啊 在千口加一位跟下来 翻牌67k 排面跟两人是完全没的关系啊 Brad竟然过牌了 不投影吗 转牌一张9 Charles罕见看Brad过牌啊 于是用一手后门的铜花听牌 打上一枪啊 只打了5000 Brad这是 用圈还跟住吗 最终合牌一张红桃K 啊 啊 这 Charles打出一万 然后呢 Brad秒颇 Charles喊出四嗨 而Brad呢 是一手圈嗨 我的天 圈嗨都能抓鸡啊 好了 现在这张牌桌上 不会再有人去bluff这位新来的中国疯子了 编害 编害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